武汉冠状病毒流行病恶化之际,一名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夫女接受了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采访,她表示担心被关押在中国集中营的丈夫及其他亲情的情况。 住在加拿大的古丽仙阿吉女士表示,她于2016年来到加拿大学习,目前与女儿一起住在温哥华,她的丈夫尔蒂利·亚科普曾在乌鲁木齐的监狱工作,于2018年被任意拘留并入狱。 古丽仙女士说,她的丈夫尔蒂利曾担任监狱看守22年,但是她也被中共当局逮捕,无法逃离中共的迫害。 据维吾尔新闻社提供的信息,居住在乌鲁木齐的维吾尔学生埃克贝尔·埃尼瓦尔自杀,这位年轻人正在莫斯科的一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于周四下午5点左右从一栋教学楼的12层坠落死亡,莫斯科警方判断此事件为自杀。 据说,埃克贝尔的父母住在东都决散首府乌鲁木齐,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大学老师。 据悉,他在莫斯科已大学毕业,先攻读硕士学位,因怕被中共警方骚扰,他多年来都没有回家。 目前武汉冠状病毒疫情越来越严重,莫斯科留学生大部分都已回国,但是他选择留在学校。 关于他为什么突然自杀已经成为了一个问号,海外维吾尔人认为,他作为一名维吾尔穆斯林,自杀是不太可能,幕后黑手可能是中国。 中国出口医疗物资又出问题,英国撤资2000万美元从中国购买的测试盒被发现检测无效。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科学家在感染病毒后是否产生免疫类的测试中,无法获得理想的结果。 竟确定,两家中国公司提供的测试盒被在检测中给出正确的结果,当局随后着手进行工作,要求归还1600万英镑。 另一方面,英格兰进行可靠,快速地抗体检测的研究仍未结束。 另外,根据一项调查,有54%的英国人希望将冠状病毒称为武汉病毒。 英国报纸《每日邮报》的一项新民意测试中,超过一半的英国人将武汉病毒的迅速传播,愧疚于中国。 从中国武汉市传播到世界的武汉病毒已经成为全球疫情,欧洲之后武汉病毒在美国迅速传播,并导致该国3万多人死亡。 美国当局和媒体指责中国,称武汉病毒是在实验室生产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则引述情报及国家安全部门官员称,美国政府正在就病毒可能源于实验室的说法进行调查,并强调在现阶段任何结论仍是言之上早。 美国情报部门暂时未能证实有关说法,但目前正在辨别病毒源头是否与有人在实验室内意外感染或不当地处理相关物质有关。 华盛顿邮报4月14日透露,2018年1月,美国驻华使馆的环境科研卫生处负责人与武汉P4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会面。 这个病毒研究所2017年投入实用,是研究最危险病毒的实验室。 美国外交官造访武汉病毒研究所后,向美国国内发出电报指出,武汉病毒实验室非常缺乏技术人员和受过正确培训的调查人员,无法保证实验室安全运作。 据报道,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不仅成功发起反击,弗鲁哈夫塔尔属下一百余名士兵,还夺回哈夫塔尔控制的首都周边的一个战略中诊塔夫纳,彻底打破国民军对首都的包围。 4月18日,据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报道,民族团结政府周六对外宣称,他们已经成功向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发起反击,俘虏哈夫塔尔属下一百零二名士兵,并缴获许多重型军事装备。 尤为重要的是,此次进攻一举,夺回被国民军占领的迪利波里周边的重镇塔夫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